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五大叔为您带来的刀坛直播比赛节 说来看一下中国赛区的比赛啊 终于来到了中国赛区的比赛了 太不容易了实在是 此前一直都是在看这个 西欧赛区的那些队伍户队啊 西欧赛区的那些队伍他们的比赛吧 从现在的这个版本来说 我个人感觉 中国赛区的比赛从精彩程度上来说的话 现在应该是我个人感觉的最高啊 当然这个就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你能够去接受20分钟 甚至30分钟相对比较无聊的互刷 当然如果你看的是我的直播的话 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我绝对不会让这23分钟 20分钟或者30分钟的互刷呢 冷场一定会在这段时间 不停的给大家去下道道啊 下道道 所以如果能够接受这个前20分钟 或者前30分钟的比赛不是那么精彩的话 那么你大概率将能够得到一个 非常精彩的团战的户队 中国赛区的队伍 尤其是强队在这个方面 比西欧赛区的队伍确实还是要强一些 然后这边呢 再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我发了一个动态啊 B站这边发了一个动态 我说未来一段时间 安娜应该是会回到这个 DOTA的这个比赛当中来 虽然不知道会回到哪支队伍 现在呢可能也是正在找 但是一定是会带着一个相当不错的状态 回了 那么这个根源是什么 根源其实特别简单 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 安娜在过去的 最少的一两个月的时间里边 把她保持了每天10场以上的大号单排 然后最近的这一周 她保持了一天平均15场以上的大号的单排 而且最近的这个一周的时间 她打了100多场比赛的一个情况下 她的胜率可以达到几几百分之60 比她之前那几个月的这个 一两个月的这个天踢大号单排的这个胜率 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而且比赛整体的数据比之前也是有了一个 非常非常直观的一个提升 我这个人信奉的就是很简单 就是信奉的就是天赋 但是你一定要勤劳 没有勤劳的天赋也是没有用的 安娜这个选手的天赋 我觉得就不用再多说了 毕竟两个天下冠军 对吧 天赋上肯定没问题 能够去勤劳的去安心的练Dota2的水平 而不要沉迷做菜 那么她的这个个人实力 应该说上限 不用担心 这个是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信息的来源 或者说我自己预判的一个根本 好了 回到这场比赛当中了 这场比赛呢 是中国的季后赛首轮比赛 第一届的DPC联赛季后赛的首轮的第一场 老干爹对战以后我们传言中的叠巴大战 老干爹这边的阵容呢 三号位是兽王中单篮包 大哥为拿了一个巨魔战将 然后在四五号位这块放的是蚂蚁和天安木克 而e-home的阵容是征担的火猫 大哥的位置上放了一个TA 三号位的军团 然后四五号位是土猫和混乱支援 两边的阵容呢 都是非常的中规中矩啊 那从英雄的克制关系上面来说的话 其实这场比赛倒是 感觉e-home的这个阵容呢 会更加简单一些 为什么他的阵容更加简单一点呢 首先老干爹这样比赛的这个阵容 在控制方面并不是特别的足 不是特别足 而以后我们这边三号位放一个军团的话 那么他是有一个救人的能力 再加上火猫 加上TA这两个英雄 在当下这个版本都还是拥有着一个不错的胜率 和场上的表现 TA是目前大哥位英雄里面的胜率 在顶分局 他是胜率最高的 那么仅次于他的就是骷髅王 而巨魔战匠在顶分局的胜率 现在是比较不可靠的一个点 感谢悟空大佬的三个心动卡 谢谢老板 老干爹的控制够用了 老干爹的这场比赛的控制呢 他够用的前提是建立在 诶 这边中落 墨烟这里要叫一波单杀吗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差了一个平A的伤害 不过对方身上其实还是有先灵火的 这波想强杀的话 应该是伤害还是差一点 那么关于这个墨烟最近的状态 墨烟最近这个训练的量 也逐渐的在往上加 那么他现在的天梯顶分胜率 排在前十 而且他排在这个前十当中 是包括了那种 可能最近天梯只打了三场比赛 然后这三场比赛都赢了的这种 他是在所有天梯顶分局 看一下这边一脚踢踢上来 墨烟的这个蓝猫 这一波感觉是凶格极少了 吃天灵火 想要反拼掉对手 不过没有成功 看看外队这里冲出来 乍晕一个平A 第二个平A 外队这个地方虽然没有救下来蓝猫 但是好在击杀掉对手的火猫 自己这边是拿了一个单杀的经验 还是比较开心的 天梯现在在顶分的选手里面 最近一周那么天梯单排或者说天梯的比赛超过三十场的选手里面 墨烟现在胜率是第一 我记得他的胜率最近好像是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多 接近百分之七十的一个胜率 而且这个是最近一周超过三十场比赛的一个情况来看 另外就是墨烟最近这段时间感觉应该是在认真的去练蓝猫这个英雄 蓝猫这个英雄最近他的一个胜率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他说中国比赛阵容没变化这样好吗 这个比赛结束了以后就要大版本更新了 你这个时候去开发新套路 没有什么意义 真的这个时候开发新套路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个就你要是这个时候去开发新套路 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魔兽世界七十级已经告诉你了 今天是这个 今天是七十级的最后一天 对吧 明天就更新八十级的 这个八十级的版本了 然后你非要去包团刷的刀 就这个这个感觉 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去练太多的新的套路 安稳的去把这个DPC的积分拿到 这个才是正道 这里土猫拿到了一个新情的蚂蚁人头 大哥你看看上路啊 我的天哪 这个OB OB又是一副喝多了的样子 我们看看有没有别的OB可以用 架路那边都已经 这人头都已经摸得了 你还去切过去 这不是搞事情 我没有靠谱一点 有一种感觉我要自己 自己给大家OB 来吧 来吧 自己OB吧 今天这个OB实在是都跟喝多了一样 刚刚这里火猫在抓着外队的天安木克 这里在打 给上一个石头拉回来 但是伤害差一点点 那个火猫这边都跟不上去了 我们再相信他一下吧 我们再相信他一下吧 我现在这个比赛刚刚开始 这么早开始自9B 感觉可能会比较 感觉可能会比较 这个影响我分析 整个场上比赛的一个形式 因为有太多的精力 要放在小地图上 减少和弹幕大佬的互动 以及感谢礼物的这个 持效性 这场比赛大叔OF还有比赛吗 OF西欧赛区 姆德拉 这里下路土猫 哎呦这边可惜了 下路里边土猫过来踢力了 但是没有能够完成击杀 大叔新视频什么时候出 新视频要等比赛结束啊 有比赛的时候 咱们一律优先先把这个比赛给大家播了 比赛的这个刀台二这个比赛的视频和直播 这个是基本盘一定给大家保证了 第一视角的话 我会在尽量保证在没有比赛的时候 尽可能多的给大家来更新啊 感谢SP大佬的10个好A 谢谢老板 这边巨魔战将 现在3700多的一个个人经济 暂时派在全场第一 第二名是TA和这个对方中单的一个蓝包两人 基本上病例哦漂亮 这波对方的土猫是开掉了眼 而且成功的一个滚撤退 这块Face边又是在帮着拉野啊 帮着再拉野嘛 这个地方 果然是啊 再帮着吞一些远古 他们的这个阵容的话 打远古 以及数量过多的远古的话 其实比较容易被抢 因为萧瑟这边 又想打数量众多的远古的话 需要等到自己的狂战斧出来 而他现在距离自己的狂战斧 事实上还差的蛮多的 打出全能的和军团的解控 都是强驱散嘛 是的 大叔觉得哪个队会赢 觉得哪个队会赢 这两支战队从实力上来讲 老干贴肯定是碾压ehome的一个状态 这一点 暂时就现在这个短时间内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看一下火猫这里过来 蓝猫飞进来 拉住对手的霍兰支援 然后蚂蚁支援路到来以后呢 看看这个霍兰支援 身上一直挂着一个红蜢 他睡了一下蓝猫 蓝猫里边醒过来 再往上飞去抓对方的一个土猫 土猫这里滚一下 但是没有滚走 看看军团的决斗打到蚂蚁身上 这时候蓝猫不能打对方 因为这样的话只会给对方增加被动的一个触发 蓝猫这里再飞过来 确实对方的一个土猫 最后一个平A打上去应该是可以A死 A死以后这里蓝猫再拉一下 对方支援上来的火猫 火猫手里面可能是没有魂了 看这个意思 这里沉默给上命运之笔 并没有中蓝猫身上剩余的蓝量不多 没办法追上去 那么这波火猫没有死 那这波团战打下来的话 人头数来到了一个5比4 那么TA还是在无减肥的发育 而军魔战将这一波赶了一波战场 所以导致自己现在的经济 要被对方追上来一些 兽王的装备不用多想 肯定是先裸一个大支配出来 那么从现在这个兽王的经济来看的话 他前期的发育应该说并不是很顺 但是并不比对方的军团差 对方的军团如果前期特别穷的话 那么他有可能就变成一个buff怪了 变成一个救人型英雄 感谢馒头233大佬的泡泡糖金币 感谢安地军军军大佬的比克拉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他说安娜和FI现在哪个队 现在安娜和FI都没有队 这什么兽王不过来 兽王踢过来不是随便杀火猫 呃兽王为什么刚才那波没过来 我不知道 但是呢 从这波团战结束以后 我看了一下兽王的一个状态 我怀疑他可能没拦 他当时那个情况应该是踢下来 也没有拦去放大 所以他没有过来 这军团决斗了一下对方的巨魔战将 然后霍兰资源再给人一个大招拉住 火猫崩崩过来 飘了 这波消色的巨魔战将被对方一波成功的游走 加上火猫是及时的资源过来拿到这个人头 呃 巨魔战将的经济这下掉下来的话 对于老干爹来说并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 而且这样比赛蓝猫这个点 因为没有小精灵这样的英雄来作为一个支援 所以 呃 现在的这个老干爹 现在的这个老干爹 照着这个比赛局势打一下的话 不会打得很舒服 本身他们这样比赛的这个控制就比较弱 呃 其实也不是弱吧 更准确的说是 呃 本身他们这个最主要的控制会被对方解掉 然后剩余的控制比较弱 这样说比较准确一些 30多的职业选手还能重回巅峰吗 呃 刚才我说错了是吗 啊 我说成蚂蚁的大招接就到了是吗 火星杆火乱支援啊 说错了 我这两天给大家找第一视角 我这两天给大家找第一视角 素材的时候有一场这个非常精彩的虚空的第一视角 但是那场比赛第一视角我没法给大家出 我为什么没法给大家出呢 咱稍微等一下 看一下这一波蓝猫飞上来拉住 成功跟上 哇一给技能 呜 这个压倒结果是这打中三个人 集火强杀成功 这波军团决斗找到蓝猫 这波决斗完了以后呢 看一下火猫 火猫火猫火猫 等到自己身上的技能消失以后 给上一个物用权 蓝猫这里再被捆一下 扔一个残影 然后火猫崩回来 但是这个火猫啊 火猫这波他想拼掉 他太想拼掉这个蓝猫啊 因为这场比赛从开始到现在 这个蓝猫已经是 这个蓝猫最后还是被TA的一个 应该是被陷阱给打掉了吧 太想拼掉这个蓝猫了 这一波 结果回来也会撞残影 被对方一轮合计给带走了 这个蓝猫确实有点可惜了 然后说一下 为什么这个没有 我给大家出 那一期的这个虚空的视频 那个虚空有多狠啊 30杀武器 他是20多分钟 还是30分钟出头的一场比赛 他杀了30个英雄 他杀了30个英雄 然后是一死还是零死 然后整场比赛的结构打得特别好 但是为什么没法给大家出那期视频呢 因为那期视频他面对的对方的三号位是三大兵 然后整场比赛他未知迷之原因的一直在追着三大兵锤 我不知道他们是有什么这个 这是有什么私人院还是说是认识的朋友 但是我不愿意去猜测这件事情 就是说那一整场比赛 那个虚空杀的30个人里边 有一半是三大兵 而且他拿这个虚空整场比赛 就是看见三大兵 他就冲上去给大 然后就上去直接怼着三大兵一顿锤 以至于到了后来就是已经确定盛世的时候 他会直接卡着这个三大兵复活的时间 冲进泉水里边放大 然后把这个三大兵再锤子在泉水里边 而光这一件事情他就做了两次 所以就导致那场比赛这个视频没法给大家出 这个很尴尬 巨魔狂战了没大说 巨魔的狂战刚刚出 看经济就大概能猜到猜出来 这个狂战斧这个道具对于现代的一个版本来说 一般是在7000块钱的经济的时候 手里应该就已经拿到了 看一下这边蓝猫飞过来 一个子愿给上去 强描漂亮 蓝猫这个应该是子愿第一波吧 应该是子愿第一波 成功的直接去带走了对方的一个火猫 至于为什么我不做呢 主要是出于这个我个人对于三大兵这个选手的一个尊重吧 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个选手的 看一下这蓝猫飞过来 拉住直接带走最伤的一个霍兰队员 军团的这个姐虽然是帮队友断掉了对手一个拉 但是效果一般军团一个决斗 找到对手的蚂蚁拿到攻击力 nice 这也是一个复魂双头 然后又是一轮完美输出 漂亮 inhome这个队伍还是稍微年轻了一点 这波团战打的不应该 正面团战本来就少人的情况下 你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去打这种团 你少一个火猫啊 你少的不是一个5号位酱油啊 如果你这波是4-5号位酱油 已经在之前换掉了对手受亡的大招 或者是对方天安木克的捆 那你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去进行一个4-5 你少的是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在团战的火力支援和收割的点火猫这个位置 然后你自己的这个人在整个上去的时候军团的决斗已经交了 而只杀到了对手一个 一个蚂蚁 只杀到了一个蚂蚁的情况 这个时候应该理直撤退 inhome这一波还是 我感觉年轻了 说实话感觉还是年轻了 这复魂双吼这一下就没法弄了 这波打完了以后尽管TA的经济还是在全场第一 不过他的优势已经是荡然无存 被对方狂战斧的军魔战将追平了 而且蓝猫在出完了这个慈愿以后 火猫这场比赛第一件装备选择做的是一个疯胀 这个选择其实还是很聪明的 真的还是很聪明的 这场比赛一般来说 这种局对于火猫而言最好的选择是第一件装备 相位卸以后直接去做BKB 就是相位大魔伴瓶子之后直接去奔BKB 但是这场比赛这个火猫太穷了 按照他现有的这个经济情况来看 如果他一定要去做BKB的话 那么可能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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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出不来 看着这里也自愿给上去 这个地方第一时间他没有选择给自己吹起来 大哥你有风上你忘了吗 这个落地以后看看直接给上一个污影权 然后直接传走传闻到上路 但是自己家的5号位酱油 是为了一种直接冲点冲煤 这样老干爹在游戏进行到17分钟的时候 已经是气势充胸的直接准备上高了 这个高地要是上的话 你还别说按照E-Home 就刚才那波团战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接团能力 我感觉这个高地他还真就 真就打下来了 蓝猫这直接飞进来 诶不对 莫言这个位置冲动了 他没有多少蓝了 看一下E-Home这波敢不敢打 E-Home这波要打了 这波不能再怂了 这个时候对方的蓝猫没有蓝 你这个时候窗里流人是有希望能打赢的 目送对方撤退吗 E-Home的这个经验真的是差了一点 这一波我跟大家说这种局啊 就是这刚才这种情况 E-Home应该怎么打 E-Home是看到对手蓝猫飞到这个高地上 知道他没有蓝的 这个时候就不要去打这个蓝猫 因为蓝猫是要带着盾的 你不要去打的 你就去杀他的后排 看看这波第一时间自己的土猫被秒以后 火猫被迫不耐 又是一个复魂双猴火猫被秒 这个时候军团给到了一个决斗 火猫吹起来了自己 但是落地还是被带走了 这里混乱支援拉住了心情 那对方一个莫勇的野怪冲上来了 猫就复活以后 看看再往前追 拉住对手的军团 一轮合击直接带走 这个时候的巨魔战将在上路带线 已经从TP到上路的二塔 TP到上路几方二塔 带线一直带到了对方的上路二塔 疯狂带了一波线 这波正面团战完全交给自己的队友去表现 刚才这种团战 ehome在接的时候 感觉自信上 不管是自信上面 还是在这个实战的一些 不知道 我觉得是有点缺自信 说实话 真的有点缺少自信 而且 看到对方的蓝猫没有蓝 但是带盾的时候你就别理他 没有蓝的蓝猫是没有用的 你想 他一个蓝猫 他都不蓝了 那他有什么用 他没有用 但是这个时候你再上的话 这个就打不过了 这种时候你就上 你肯定打不过 这是谁上谁死 这后蓝猫这波直接被带走 蚂蚁带着墨勇 炸云两个 然后上来再给输出 看一下这里 又是两个残血 瞬间蓝猫追过来 带走对方的TA 蚂蚁开一个大招 解掉对手的第一轮合击 这个伤害打完了以后 看看这里蓝猫再飞过来 留住对手的一个土包 后蓝猫买活 但是也只能目送自己的队友 被对方带走 心情这里要被烧死了 要被烧死 心情没有被烧死 心情没有被烧死 这玩意儿打完了以后 没有选择着急上高 还是选择先回去上路拆盖塔吗 感谢齐小鸭赠送的好位和八个打科 谢谢老板 感谢隔壁捏脚的老板的智慧之说 谢谢老板 暗叔如果对面三号位选了个亚龙 推荐用什么大队 只要不用那种特别依赖被动的英雄 大队位就可以了 其实无所谓 其实无所谓 三号位亚龙只是在于 他的线上比较强 除了线上三号位亚龙 这个东西一无是处 所以你只要能够在发育的时候躲掉的就可以了 看一下这波又是一个副魂给上去 收网吼住 对方这里军团救了一下 但是火火的点还是被秒了 外队的技能又是收掉对手的一个土毛 然后蓝猫飞过来拉出对手的军团 军魔战匠上来开始给输出 这个地方直接A死吗 人头最后是心情拿到 那么心情的蚂蚁这样比赛又是 拿了不少人头了吧 这个蚂蚁我看一下 蚂蚁现在拿到了五个人头 仅次于全场人头数第一的 蓝猫是七个 然后人头数排名第二的 并列第二的是 提阿默克和这个蚂蚁 这哥俩各杀了五个 那提阿默克是17个主攻 蚂蚁是15个主攻 兽王3012 这场比赛兽王 自己敲摸不升不抢 拿到了一个12个主攻 然后没死过 旧魔战匠是四杀一死八主攻 对方的TA被击杀了三回 破乱军被杀了六回 军团被杀了六回 不得不说这样比赛 ehome其实真的是没有把他们 自己一个阵容的一个 完全没有把他们自己 一个阵容的一个强势 或者说优势 该表现出来的东西表现出来 前期的对线 这个火猫打不过 蓝猫可以接受 但是自己太冒劲了 这场比赛就是这个蓝猫 这个火猫吧 这个火猫又很多次都过于冒劲了 这波外边虽然是有魂 但是好像这个魂的位置 并不是很舒服 落地以后直接打死 蓝猫现在身上的装备 是甲腿紫苑 然后带着中立装备 是一个林野长弓 这个东西是蓝猫非常喜欢的一个道具 再加上一个立法双刀 然后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的应该是冰甲 这军团比摸块还穷 打猫啊 这个比赛应该是很快就结束了 老干爹是目前国内 就是在这个优势局结束比赛能力 最强的队伍没有之一 放到全世界 老干爹在优势局结束比赛的能力 是数一数二的 以后我们这个队伍面对 老干爹感觉还是稍显年轻了一点 这块直接冲出来 秒掉对手的土猫 军团选择了买活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 已经不是你们这些人 能够驾驭得了的了 这个局部战将现在太肥了 定了一下复魂 双吼在哪 Nice 吼出来 在这个地方能感觉 这个地方没吼出来 第一下被对方的封上躲了一手 那么这样的话 看看火猫买活被秒以后 但是军团又被秒了 这真的不行了 这局部战将再这么打 局部战将又开大进泉水了 以后我们这边试试了打出的基地 还好 还好试试了打出的基地 这波如果再不打基地的话 真的很有可能要面对的 就是对方的局部战将 开始打之后直接进泉水了 好 那么这样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结束 老干爹还是以这个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拿下了双方比赛的第一场 好了 我是丧老大叔 咱们双手休息 又给大家带来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如果第一场和第二场都很快结束了的话 咱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等待第三轮比赛 第二轮比赛开始的时间 来给大家插播一会儿正片 我是丧老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 萌萌大 咱们下场比赛 员二